古法硅钢水混问题与解决方法 简单省心少花钱 古法养龟真方便 家庭宠物龟饲养 东龟先生真懂你 家庭养龟与养龟厂不一样 养龟厂里的龟是用来卖的 绿水 泥水 黑水 粪水 臭水 不管是什么方法 只要能保证乌龟顺利成长 养龟厂里都可以用 但家庭宠物龟饲养不同 我们养的是宠物龟 强调的是互动和欣赏 所以养龟环境首先不能太脏 整一缸粪水在家里 苍蝇蚊子乱飞 这是在找虐吗 清水养龟对于养龟厂来说 不是一个好方法 一是成本高 要么废水 要么废电 当然还有废人工 养龟厂那饲养密度 要想维持清水很麻烦 二是乌龟爱生病 清水安全感低 乌龟易应激腐皮腐甲或暴毙 养龟厂这样养损耗大 三是清水不利于乌龟全品 影响售价 清水里面龟与龟之间看得见 因抢食打架 很容易造成断尾 缺甲等瑕疵 影响售价 所以养龟厂里用粪水 黑水等养龟很正常 但是对于家庭宠物龟饲养 如果有谁认为只有绿水 泥水 粪水 黑水 才是养龟好方法 那就非常搞笑了 别说是粪水 就是视频中这样脏兮兮的清水 东龟先生都经常觉得无法忍受 水质干净清澈无意味 具有观赏性 同时养龟又容易 乌龟不容易生病死亡 这样的家庭养龟环境 岂不是更好 这也是不管别人怎么黑 大家都喜欢东龟先生分享的 火山石古法养龟的原因 这种养法就是简单好用 兼顾观赏与饲养 当然 家庭养龟强调观赏性这一点 也是大家非常在意养龟水魂的原因 浑水不利于观赏 东龟先生的古法龟缸 水清的有 水魂的有 偶尔因为喂食过量 水魂且臭的也有 古法龟缸水臭问题 前面出过专门视频 本期视频来说说水魂 古法养龟养鱼 水颜色变化 实质是反映的水质变化 水质油清澈无比 慢慢变得有些浑浊 再到非常浑浊 但不臭 到最后不仅浑浊而且还很臭 实际就是水质油好变坏 逐渐崩溃的过程 它反映的是钢离生态环境 能不能支撑得住钢离这些 规造成的污染物问题 钢离生态环境好 能支撑得住 水质就可以保持长青 支撑不住 水质就慢慢变坏了 其中浑而不臭这个状态 就是钢离生态环境 能容纳的最大污染量 这是一个临界点 食物残渣和粪便等 如果进一步增加 超过钢离生态环境的 最大处理能力 那水很快就会臭了 就是水质崩溃了 这就是水质浑浊的原因 主要取决于钢离生态环境 好坏和污染物的对比 生态环境做得好 对污染物处理能力强 水就很难浑浊 反之 生态环境不行 只要稍微有点污染物 水就浑了 臭了 所以要想保持硅钢水质 耐下心来 认真做好古法龟钢生态环境 这是最基本的 用个饭盒那么小的容器 里面扔几块火山石颗粒 就开始养龟 还问水为什么不清 显然是很搞笑的 没错 有人就是这么黑火山石的 做好龟钢生态环境 并不复杂 抓好两点 水体要大 植物要生长旺盛 当然 钢离生态环境再好 处理能力再强 它也是有个最大极限的 要想养龟水质 长期清澈干净无异味 控制好饲养密度 即控制食物残渣和粪便量 使其尽可能减少 也是十分重要的 高密度势必带来高污染物 一旦水体净化不过来 水就容易浑 家庭宠物龟饲养不是高养殖 没必要追求高密度 总之 火山石古法养龟 水出现浑浊 实际就是水中食物残渣和粪便 这些污染物 与整钢生态环境的对比 多加火山石抵杀 增强培菌吸附能力 多种植水草植物 并使其生长旺盛 增强对污染物的吸收处理能力 以及控制好饲养密度 减少食物残渣和粪便产生量 都容易让水质在无过滤的情况下 维持长期清澈 那么如果水质一直都很轻 钢里生态环境也没有大的变化 但是水突然浑了怎么办 这种是属于典型暂时水浑 对于它的处理 东归先生建议如下 一 停时两三天 火山石古法钢恢复能力还是很强的 暂时水浑以后 只要停止喂食两三天 水差不多就会变轻 如果停时不管用 那么就二 抽底换一部分水 用红吸管换水器将底部脏东西抽出来 然后再补充一部分等温新水进去 再停时两三天 基本就没问题了 水质变魂 实质就是在向我们发信号 钢里污染物已经有点多了 赶紧来处理一下 要不我可要臭了 总之一句话 水魂也好 水臭也罢 都是钢里生态环境容量和污染物产生量 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 钢里容纳不下那么多污染物产生的 增强钢里生态环境 减少食物残渣和粪便产生量 这是水质长期保持清澈的根本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